哈喽大家好 今天早上呢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博瑞美的冰装喷雾使用 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吧 现在是刚洗完脸 然后就用一个这个保时喷雾也是上次分享过的 给它拍一拍 很快就吸收了 脸非常舒服喷起来 夏天使用也非常方便啊 接下来呢就是上一个底妆隔离啊 用的这个是CP的 好上完隔离过后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现在呢我就用这款博瑞美的这款黑色的款 因为这款的话它是一个雾面的 我觉得是比较高级一点的 先给它做一个定妆 很快就可以沉膜了 这样子的话呢到时候上粉底液的话呢 让粉底拔得更老一些 然后这款的话比较适合混油皮啊 然后这款白色的话这款呢就比较适合干皮 因为我是混油皮的啊 所以我就用这款黑色的 上粉底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在这个粉铺上面 喷一层这个定妆碰雾 这样的话呢就是上的粉底呢就是拔得更老一些 起到一个很好的定妆效果啊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半张脸呢是上了粉底的啊 均匀一下肤色 然后上完底妆过后呢我们再喷一层 这样呢让它的妆效能更好一些 更水润啊更滋润一点 而且呢也会起到一定的保湿的作用 这种白色款的话我用的会比较少一些 因为它是这种水光版的 就是喷出来的话就是感觉更滋润一点 喷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喷出来呢就有点透亮的那种感觉啊 跟刚才的那个雾面是有点不同的 它是有点水光的那种感觉 透亮透亮的 这款呢它是比较适合干皮使用的啊 这是白色版本的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黑色 黑色呢它是那种雾面的啊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好现在这个底妆呢就已经上好了 用手按压的话当下也不会花啊 然后手上都没有什么粉底的 大家看一下 非常干净 就是平时如果大家用这种粉扑去定妆的话呢 就会显得皮肤特别干 你看目前用这种喷雾的话 出来的都是一个非常水润的一个状态 没有任何卡粉什么的啊 所以说如果干皮姐妹一定要用这种喷雾啊 是比较保湿的 而且还有定妆的效果 我比较喜欢用这种黑色款式的 我一般画眼线呢只画一个眼尾 好 好填补一个眉毛 这就是我日常呢就是用的最快的又最简单的一个日常状 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我新买的这个悠然亚韵腮红 这款色号呢是一个801号色的 大家看一下 有点这种橘粉橘粉的感觉 淡去一些 拍一拍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特别自然啊 而且它上色呢也很均匀 非常细腻的粉质 这款腮红的话呢 这个色号真的是太好看了 非常适合画这种日常妆啊 鼻子也可以扫一点 这样的话呢感觉非常的简单 抬一下吧这 好啦然后这个妆容呢就是我日常的妆容 就是很快速的一个妆容 今天就把这些钉状喷雾使用的小技巧单独分享给大家了 喜欢的宝宝呢可以放心去入它 还有一款这款腮红是我刚入手的 我觉得也特别好用很上色 它的价格呢也非常不平价啊 喜欢的宝宝也可以放心去冲它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是801号色的 最后涂一个口红就完事了 这个唇刷之前也分享给大家真的非常好用 它涂抹做的这个唇呢是非常均匀的一个唇啊 也可以给它涂成渐变的 也可以这样直接涂在口红上这样直接涂 以上次我教过大家的技巧 然后喜欢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拍过的这个唇刷视频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儿了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